我真的哭,我肯定他们不会那么没良心不理我的,所以我肯定不许哭了。 虽然报道比风捉影,但两人多年关系甚至同居,但仍然未婚乃是铁一般的事实,媒体与观众似乎都为了两人的婚事急红了眼。 换一个角度来说,是为了蒙家慧争取名分,但蒙家慧强调并不在意一纸婚书,最重要是两个人开心相处,因此不会害怕这一件将来不娶自己。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取跟不取的问题,其实我们是很努力去工作,我希望你们真的是多一点留意我们的工作,比如说今天每一个活动都我们来说也是用很多很多时间去准备,希望你们是影响我们的拍的电视剧电影,还有就是他的歌,我的工作,真的不要再多分的关注我们的婚姻状况吧。 而对于盛传二人将一名已结婚,并且已经四处物色婚宜场地,蒙家慧表示自己与这一件都讨厌繁文入节,如果结婚肯定不会大肆庆祝,再者他今年会拍电视剧拍到十月份,因此在时间上也应付不来。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计划,我们的计划就是有空再算吧,再算吧,我们有空再说了。